大家好,很多拥有Mac电脑的用户都用过虚拟机或者双系统运行过Windows, 主要原因是Mac电脑上找不到自己常用的软件。 虽然Mac电脑和Windows PC都能干活,但是做同一件事情用到的软件可不一定一样。 这两个平台差异很大,Windows上有很多软件Mac上没有,Mac上也有很多Windows上没有的软件。 很多优秀的Mac软件等着我们去挖掘。 Mac小白想完全脱离Windows是有难度的,需要花些时间去学习。 因为软件的获取方式、安装方法、文件管理都变了,就像当年新学电脑一样。 当时我差不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摆平Mac。 主要是软件,几乎不再用Windows虚拟机,把工作主力平台转成Mac。 这个课程的目的就在于此,我会分享我用过的Mac软件,把它推荐给大家。 这些软件都是我一直在用的。 简单的介绍软件用途,但不提供下载,只提供信息。 Mac电脑的很多软件都是付费的,而且价格很贵,动不动就几百块钱。 我会分享如何获得廉价的Mac正版软件。 除了Mac软件的推荐,我还会分享电脑相关的使用经验和技巧。 这个课程以经验分享为主,完全免费,内容不定期更新。 希望能帮到更多的Mac新用户,节省时间用好Mac。 我们拿乔布斯在1997年Mac World 97大会上的演讲来结束我们的课程介绍。 他说,Mac电脑是为那些想改变世界的人提供的工具。 比读客设供联系。 请访续аний! time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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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